买房吧 这其实就是一场自己和自己的妥协 经常有客户问我 现在买房怎么这么难呢 说这个问题吧 那困扰的不仅仅是预算不足的刚需客户 你就算您是预算几百万 想改善生活的客人 那也一样 一非就想说 咱们买的房子都是暂时的 人都是喜新厌旧的 一个房子住十几年的人 有 但是很少 别上来你就选择买十全十美的房子 完美的房子 唯一一不完美的就是它的价格 买房想要贪多求全 实在是一件不太明智的事 你要求的越多 就需要你的总价预算越高 那么在咱们有限的预算下 一定要忍痛砍掉我们的边缘需求 追求其中两三个 您认为最主要的需求来满足就行了 需求在经济学是这样解释的 就是在一定时期 在每个价格下 消费者愿意 并且能够购买的产品的数量 核心的关键点就在于钱包 钱包补的那就妥协的少一点 钱包扁的那就妥协的多一点呗 买房其实就是一场妥协 那不是与自己的妥协 就是与地段需求爱情教育 其实还有很多啊 我这里就不一一述说了 亦非愿每一个买房人都被善意而戴 愿我们都能买到心仪的房子 那么您关注的是哪一点 咱们评论区来聊一聊 我是依菲 你身边的地产经济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